是旁邊這條溝 丟 是你就給我吹風了 這條溝應該很漂亮 欸欸欸丟 喔 不錯不錯 欸 這隻不錯喔 有一點力喔 喔喔喔喔 肥肥的喔 來來來 就是你 嘴巴尖尖的就是你 欸欸欸 欸放輕鬆放輕鬆 喔 好 這樣就不錯了 剛剛那邊都不咬現在換到天佛寺這裡來 來釣看看 走到上次這個 上次烤肉這裡啊 這裡已經有水了 所以水應該比上個禮拜多了 大概五公分吧 上次的木頭 在這裡都還沒濕啊 差一點就要濕了 大概多了五公分的水 撿一點 剛剛抓了一點點的吸蟲 大概十隻吧 先試試看會不會咬 會咬再繼續抓 腳都不要濕了 到現在腳都還沒濕了 先掉在旁邊看看 如果會咬的話 再下去 再下去抓吸蟲去 中啦 我先是 抓到了活的吸蟲 然後再次冷凍的吸蟲 兩個都咬啊 這差一百公尺而已差那麼多 上面一百公尺 上面一百公尺 沒要濕 下面一百公尺 馬上去咬 你看 腳都還沒濕耶 隔不到兩分鐘 馬上中三隻 這隻是吃冷凍吸蟲的 然後這隻也是吃冷凍吸蟲 所以吸蟲沒問題啊 問題是那邊不吃 你看這比較紅有沒有 我就說三隻就九斑比較漂亮 那表示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上面一百公尺他就不吃 然後到這邊就馬上就吃了 好奇怪齁 今天呢 魚釣起來身體是冰的啊 所以齁 今天比較不好吃 你要魚釣起來啊 魚的身體是溫的 那一天才會比較好釣 那一天才會比較好釣 因為那表示齁 魚已經適應那個水溫了 所以那一天才會比較好釣 那一天才會比較好釣 如果身體是冰的話 表示他還...欸!對! 表示他還沒適應啊 所以 比較沒...比較沒那麼咬的啦 你看 好像... 三峽石斑好像越來越黃 越來越紅了 有沒有感覺到 一個...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都不一樣了 白炮區啊 先來試試看 好...不大好停啊 沒關係先... 先跟著旁邊這個流溝走 先烘個炒 先讓...先讓他跟著流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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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 這樣就這裡 欸欸欸欸欸 小白白 欸欸欸 欸欸 不太多啦 千千也都有溝啊 再來試喔 他既然喜歡吃這條溝 我們就留這條溝 來炮區的 就先休息 先不要掉他 先跟著這條溝流 先跟著這條溝流 喔 喔 又來...又來了 喔 飛起來 直接飛起來 不要讓他掙扎 喔 這種喔 一下去 又要浪費一陣子的體力了 要直接給他彈起來 讓他沒有掙扎的餘地 重啊 今天真的不大咬啊 要好久才咬一下 這次 酒瓣不小 天氣 一直都這麼差 欸欸欸欸 會不會沖出去 你看他都沒什麼燙有沒有 沒什麼燙 沒什麼燙 才不會碎 唉唷 那邊還有垃圾 看一下好 還好啦 你有沒有大到多大 欸欸欸 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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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啦 差不多這樣啦 這個環流區也不錯啊 後面還有個大石頭 蹲條欸 大石頭邊邊都有縫啊 喔喔喔 欸靠腰 欸欸丟 還是縫了 剛猶豫了一下沒有拉 阿 結果他也是住地裡的 來來來 喔 很肥捏 吃到這肥了捏 這一整段都是 大石般的死痕 但是今天 吸水溫度過低啊 欸欸丟 欸不錯喔 冷沒有那天冷耶 但是水溫 比那天冰 就是 就是這種道理 天氣冷水溫不一定冰喔 天氣熱水溫不一定高喔 你看 他這個 酒瓣都變這種黃黃的有沒有 我就說 三峽石瓣 都是這種很漂亮 這種黃黃的顏色 這個點啊 剛剛都連咬了兩次了 欸欸 欸欸 丟了啦 等一下 亂抖一下 亂抖一通耶 真的是亂抖一通 剛剛這一下抖超大力的 這個亂抖一通的 吃都漂亮 是旁邊這條溝 丟 是 你就給我吹風了 這條溝應該很漂亮啊 欸欸 丟啊 不錯不錯 這隻不錯喔 有點利喔 喔喔喔喔喔 肥肥的喔 來來來 就是你 嘴巴尖尖的就是你 欸欸欸 放輕鬆放輕鬆 噢 噢 好 這樣就不錯了啊 其實對面那個點也不錯啦 草邊有沒有 那邊草邊有一條流溝有沒有 夏天再來釣 欸 要去那邊釣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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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 齁 對,對,對,對 自動噴起來 現在每次都這麼大了 剛剛是吸這個洞 這裡有一個洞可以吸 不要加,這個雪頭看不出來 嘿嘿,丟丟丟丟 噢噢,丟了啦 又輸一次 噴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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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噴起來 噢噢噢 這隻也不小啊,你看 這酒班都水水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再來吧,再來啊 再來啊,你敢吸啊 那吸我就敢吸拉 喔ㄟㄚㄧㄚ 吸了啦 這ㄎㄧㄧㄚ升 他都用吸的 吸進去 你知道 進去之前 他把那個吸蟲先放回去 因為吸蟲 我們已經有做很多冷凍的 所以這活的是 這是 剛剛現場抓的 我們 調生下來就要把它放回去 因為我這個草還要啊 如果你草不要的話 只要把它放下去就好啊 這個草還要 就要 一隻一隻的把它旋起來 旋起來讓它回去 然後這個草再 再回去 四點多了 連一整天都是這樣啦 飄毛毛雨 淋不濕 然後石頭淋不濕 生起淋不濕的那種毛毛雨 然後風也是很大 大概 兩點到這邊 釣到四點多 釣兩個多小時 中午在上面 上有100公尺那邊 那邊魚更多 但是那邊連一下都沒有咬 在這裡釣了 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 不到兩個半小時 欸 欸 魚越來越漂亮啊 這跟三峽以前的魚一樣 越來越漂亮 紅紅紅 紅紅黃黃的有沒有 紅紅黃黃黃的有沒有 紅紅黃黃黃的 這算了 好啦 懶得算了 把它放回去了 看起來是不好釣喔 不好釣喔 可是它魚比較大 可是它魚比較大而已 其實之數沒有很多 好吧 來正來正來正